细语问答 关于频率、次元、维度 学生问 老师,关于频率、次元、维度 能说说这几个词的相同和不同吗? 细语答 相对来说 频率的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层面 而次元一词来自日本的波来语 比如二次元、多次元宇宙 其意思是平面二维的、多维的空间体系 在这种语境下 不同频率表达的是意识的垂直分野 而不同次元表达的是 位面的不同展现形式 学生问 那维度和次元是不是一回事呢? 细语答 维度是我们当下对空间体系的一种定义 它是比较科学的一种物理性的 对空间体系的划分 就像刚才所说的 次元与维度极其类似 但又有不同 因为它更多地体现出一种 文化领域上的认知划分 比如说 二次元文化交流活动 多次元漫威宇宙设定框架 就不能说成二维文化交流活动 多维宇宙设定框架 维度是对科学认知的一种表达妥协 次元是对文化认知的一种妥协 单纯说任何一种 感觉上好像都匮乏了些什么 本身多维是物理存在的 但又是意识的产物 这里经常涉及到不二的认知表述 看上去啰嗦 但一旦你说是什么 就错了